整個行政院主改 是先從組織法去修 以後那個才是配合修 包括交通建設很多都是這樣 不是說先修了作用法 那個研考會 部長搖頭 那個處長補充 整個是這樣 不是先修作用法 再去修這個組織法 現在整個政策是 修了組織法之後 在這個作用法還沒有修之前 他就按照組織法了 整個方向是這樣 你有錯吧 我們因為作用法的部分 因為蠻多的 是先修組織法 他有期程 如果組織法過以後 我們會做管轄前移轉的公告 然後再來配合修作用法 對 部長 他是組織法修了之後 那個他就簽公告了 公告之後 那個作用法再慢慢修 因為作用法太多了 太多了 跟黃支部那些太多了 所以那個部分 這是一個 我過去參與主改所了解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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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